小明儿 叫我阿明 好的小明儿 今日为师教你唱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不用了 来跟我学啊 怎么唱哪吒 师傅 我还是听你讲细文吧 好啊好啊 我要听 你要听快川是吧 我不想 不你想 好吧 我想听快川之反派有黑话了 这就对了嘛 还有你们 快来一起听哦 第九百三十六集 南巡以为 这千年魔灵芝会长在什么峭壁上 或者石洞深处 却不想 它竟长在了一个树洞里 因着这灵芝颜色 同树洞颜色极像 都是黑褐色 若不是有那么一瞬间 那灵芝光滑的表面 恰好反过了一道亮光 就算南巡眼尖 也发现不了 见南巡说完 就要上前采摘 离物 连忙阻止它 正色道 这魔灵芝尚未生出灵芝 所以并不会挪动位置 这就表明 它在这树洞里待了一千年 你觉得 只有你眼神好 能发现这魔灵芝吗 伤无言汗手 接话道 所以啊 这魔灵芝附近 定有厉害的摇手看守 如果是我 我就守在这魔灵芝旁边 每天吃上一小口 一边养着它 一边吃它 几人对话间 那树洞深处 有一对褐色的眼睛 缓缓睁开 在那黑漆漆的树洞里 反过两道亮光 透着寒气 看着格外渗人 妖兽睁眼的瞬间 妖煞之气外泄 几人瞬间就感觉到了 南巡对上 那双阴侧侧的兽童 眨了眨眼 无言师兄 果真让你说对了 这妖兽 就躲在这树洞里 一张嘴 就能咬到那魔灵芝 我一向观察入围 思虑周全 这本事啊 旁人羡慕不来的 的确羡慕不来 不过无言师弟 你还愣着做什么 你历练的机会又来了 梨雾听到这话 已经非常熟练地 同南巡 退到战斗范围外 你这女人 伤无言认命地 照出自己的法器 指尖指向那树洞 也不管那妖兽 听不听得懂 开口就道 我等专为这千年魔灵芝而来 不管你同不同意 今日 这魔灵芝我们都要定了 过了好一会儿 那树洞里的妖兽 才支了一声 而这一声 非常的稚嫩 然后众人所以为的 那凶悍妖兽 缓缓地从树洞里 爬了出来 四爪着地 还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这东西 黑黑的一小团 伸着四条小肥腿 四个小肉爪 按在地上 褐色的眼珠子 水蒙蒙的 正仰头 瞅着伤无言 若是小八看到这一幕 定会来上一句 见面了见面了 这可是笑面魔君 未来的碉堡魔宠啊 以后随着伤无言 征战修魔界 别提多威风了 可惜了 现在的小八 忙着跟小精怪们 玩耍装逼 实在是分不出神来 关注难寻 他觉得 反正有血鸣大大在 出不了什么岔子 此时的伤无言几人 居然是一只 双尾模糊幼崽 好可爱哦 南巡直勾勾地看着 特想将这个小家伙 抱住怀里 揉上一把 李雾却皱眉提醒道 不要掉以轻心 这小家伙一身煞气 弄死的妖兽 没有一千也五百 恐怕 李雾一句话 还未说完 但原本小巧可爱的 双尾模糊幼崽 呼得朝伤无言 扑了过去 在扑过去的过程中 小小的一团身子 不断地拉长变大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只 两人高的凶悍妖兽 妖兽嘴一张 露出上下两排尖锐的牙齿 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也变得狭长 散发着阴森森的寒光 南巡顿时睁大了眼 我去 原来人不可貌相 妖兽更不可貌相啊 方才还是毛茸茸的 小小一团 现在却是这副凶悍模样 伤无言并没有像南巡一样 就因为对方看着萌萌的 就放松警惕 她的警惕心一向极高 事已在这妖兽扑来的一瞬间 她已经是一拳砸了过去 一人一腰 瞬间缠斗在了一起 你会利爪 我会利剑 你甩尾 我出拳 你扑 我躲 你躲 我刺 你喷火 我土盾 你烧我衣袍 我削你皮毛 战况极其激烈 观战的两人 嗯 前辈 这双尾模糊 竟然还能喷火 真是稀奇啊 这只应当是变异双尾模糊 有些变异妖兽 拥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本领 你看她喷的这火 有极强的腐蚀性 并非普通的火 南巡刚开始 还能姿态闲适地观战 可见伤无言应对得吃力 这双尾模糊 也是杀招贫出 便不由地促起了眉 这妖兽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难对付 伤无言恐怕不是对手 她召出长剑 欲帮伤无言 却不想 这一次伤无言 却先对她大喝一声 别过来 南巡一正 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个妖兽 不同之前遇到的几只 不是稍强便是稍弱 虽然对付起来比较吃力 但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旗鼓相当 是用来历练的最好对手 旁边的礼物也淡定开口 别担心 只要这小子还留有一口气 我便能救活他 南巡 前辈啊 你现在真是比我还淡定哦 一个时辰之后 战斗终于结束了 南巡和黎雾 齐齐打了个哈欠 旗鼓相当 就是这点儿不好 费时太长 伤无言将那妖兽打趴下来 但他身上挂了采一身的血口子 那妖兽也是牛叉 不知疲倦地往他身上挥了不下白爪 以至于伤无言那一身长袍 被抓成了破布条 不看那脸的话 极易让人一不小心 就联系到了 那被刚刚凌辱过的凄惨小娘子 好在那长裤还保存完整 还不算太辣眼睛 等伤无言换了一件袍子 那大号的双尾模糊 摇了摇晕乎乎的脑袋 变回了黑黑的一团幼崽 然后他一拳一拐地朝伤无言走来 仰头盯着伤无言 看了半晌之后 黑黑一小团呼地跳起 四爪抱住了伤无言的大腿上 像只束带熊一样 挂在了那大腿上 伤无言猝不及防吓了一跳 干什么 赶紧从我腿上滚下去 伤无言甩了甩腿 试图将粘在上面的小模糊 给甩飞 然而 不管伤无言如何甩腿 这双尾模糊始终 像牛皮糖一样 粘得死死的 怎么甩都甩不开 小家伙 可怜巴巴地瞅着他 伤无言同他 默默对视片刻后 扭头继续甩腿 下去下去下去 你这模糊跟着我做什么 我可是道修不是魔修 滚开滚开 南巡觉得 这场面实在是滑稽 那毛茸茸的双尾模糊又仔 跟个小毛球似的 挂在伤无言大腿上 简直太猛了 无言师弟 你就收下这小可怜儿吧 日后遇到危险 不用你出手 小模糊就帮你解决了 多方便呢 是不是啊 小模糊 南巡问那个小家伙 这两个人这么快就烙饼了 这本画本车速可以啊 师父 干嘛呢 那个我 我练剑呢 练阿民为我量身定制的剑法 是吗 师父你背后藏着什么呀 没什么呀 剑谱 剑谱 师父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剑谱啊 阿徒儿 为师想起来了 约了给毛长老讲戏呀 哎呀 你看看我这脑子 那个 为师先行一步 告辞 扇水 欧钱 妖精 打架 这什么意思啊 哎 哎 师父 师父 你画本掉了 我让你再看我 我让你练剑的 我让你练剑了 我让你练剑了